這一節請吳議員議政質詢45分鐘 吳議員請 議長、市長、副市長、各位協助所長、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 每一次的總質詢總是 雖然已經問了好幾年 每一次的還是很緊張 很慎重 因為他是一個很難得市長跟各位市政府跟市民 一個檢討也好 或者再重新再找到我們高雄的未來的一個途徑 我們對這樣的機會珍惜跟市民一起來討論 那在最近這一波整個我們對市政的一個高雄市的發展 經過520之後 大家有不同的想像更多的期待 最重要不是我們自己內政的改革 最主要整個全世界的變盤都跟我們過去不一樣 有些是因為個人 有些是單一的一個中央政府的處理的面對問題的價值觀不一樣 有些可能是價值一樣 可是我們面對的環境不一樣 那首先我要跟市長跟各位首長 市民朋友報告 半年來 甚至這幾個月來 每天看到這樣的新聞 每天面對的事情都跟過去不一樣 比如Uber 一進到高雄我們看到新聞 我們市政府有去處罰五萬還是十萬 上了新聞 之後 好像我旁邊的朋友 怎麼越來越多人用Uber 還有更多人去開Uber 那計程車業員一直在抗議 但政府都沒辦法去處有效的去防範 在大陸呢 我防範不了 我乾脆我穿造一個新的滴滴來面對你 甚至贏了Uber 那面對這挑戰 有時候我們怎麼一方面對傳統產業的問題困境在哪裡 一方面在迎戰新的東西 可能傳統產業它沒辦法面對 那是不是政府跟民間跟業者 怎麼樣共同去面對我們現在為了挑戰 是我今天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質詢重點 那AFBMB 他沒有去一間飯店 沒有一間房間 他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旅館的經營者 計程車Uber也一樣 沒有一台計程車 結果全世界 他是最大的計程車公司 那再有一個台灣的自己的一個Pinco 是沒有店家沒有店民 但是是全世界最大的設計師的產品 我們在鼓勵文創很多 我們做了投資很多博二 這間 他都不用店民 他可以有一百五十幾萬的設計產品可以在上面 一開始是台灣的設計師的產品 後來變亞洲地區 現在變全世界的設計師 都給他的產品在這裡 你不是設計所有東西我就要給你用呢 我還要給你跪離過 又評估過 市場上怎麼樣 我才讓你進來 然後他可以變成全世界目前最大的設計師產品 文創 我們從傳統 從創新 就啪 又走到另外一個世界過去了 透過網路 那這些 這都是最重要的 因為有些Fintech 就是金融科技 透過第三支付 誇進支付 透過這種電子商務的支付系統 透過網路 傳統的銀行的很多的業務 他做不到的 他做得到 銀行做得到 他也做得到 銀行做不到他做得到 並且現在 金融科技的一個發展 讓這些新的經濟型態 都可以產生這樣的一個整個 都不一樣的經營模式 所以破壞了傳統的經濟典範 建構全新的經濟 他的新的模式 罵頭都完全改變 所以我們在高雄在探討 下一頁 下一頁 我們過去發展的優勢 勤儉的勞工 便宜的土地 優良的港口 重工業都在這裡 產業進駐 這是我們過去高雄加工區的一個發展優勢 那在這前十年二十年被帶到大陸去複製 他有更多的勞動力 更多更便宜的工業用地 然後 有更多的港口 那他們重工業比我們強 一下就被替代 所以港口有第二名 高雄港第二名第三名 應該十五名十六名 而且有告訴大家 回不去了 我們回不到第二名了 回不到第幾名了 為什麼 我們沒有那個條件了 現在就算我們有那個條件 也沒有意義了 因為世界經濟走到另外一條路線了 不是小的土地 小的勞工 低稅率 服貿貨貿 當然這個是一個經濟 那個都是在 上一波的最未端的一個價值的討論 在這裡跟大陸逼幾波 服貿貨貿 世界已經走到另外一個 在部門還在那裡插檔插塞 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也是一樣 不足的勞動力 工業用地也不夠 年輕人也出走 產業外移 沒有新的經濟的銜接 所以我也不是要 各國用的經濟 也孤月吹下來 因為孤月就沒落空了 要擔心 那這個是我們高雄 所以現在要真正要思考到底 因為每次記者遠見天下 任何外雜誌來報導 我們高雄都很多正面 但是最後總是會刮虎 但是高雄的財政不佳 經濟發展陷入困境 整個環境改變 觀光業整個對氣候變遷 我們很多議題都在全世界 都勝利到的 今天很好 對高雄很羨慕 我們高雄價值都走對了 可是財政為於所謂的經濟發展的困境 中央地方的一個失衡 造成的問題 那覺得 但是核心價值還是回到 我們自己高雄先定位什麼 在世界上我們定位是什麼 先確定 才能要求現在的中央政府 哪個部分配合 中央絕對不會給你好好 替高雄找到一個出路 我們自己先找到囉 我們欠什麼 我們再來跟中央 我自己可以做的 你不要管我 該修法的修法 但是先找到我們的定位 這個是最重要 所以說我們不只面對 世界的經濟典範的改變 我們還有少子化 高零化 氣候變遷的電力短缺 都是按這裡問題的問題 現在電子商務 電商 大家很少 坦白講 他們從事政治工作的人 對這個議題不會很敏感 對這個議題不會很敏感 可是它確實改變了我們 整個政治的環境 這樣面對 我們必須去看這些東西 全球的B2C就是 店家 客戶直接 不是說 大賣消費 直接 客戶 這種銷售金額成長 從 美金 從 六千多億 已經跳到 到了2018 預計到1.5兆元 美金 不是大賣消費 不是廠商 店家 直接賣 賣 客戶 那這個 不穩定率 從23% 一直降到13% 因為網購 還有很多要客戶的 那個不穩定率 越來越低 那所以說現在是 B2C市場預估是3.3兆 但是 到了 B2C 預估消費 這是人口 這是預估交易總額 這個交易總額是 會到 這是 是跨境 這是 剛剛1.5兆億是 2018年 到2020回到 再半一倍 然後這是一個 全球的 那這是跨境的 就是誇國境的 那人口也是一樣 從跨境的消費人口 從9.43億 到2020年會到 21億 整個生意的整個 29% 全球跨境的 過電子商務的發展 大概都以2020為一個指標 比如說 氣候變遷 大概2015 2030 2050 大概跨境 大概成立在變得快 大概以2020當一個指標 所以說 這個是林芝成 是我們台灣目前在這個 這個 所謂電子商務裡面的領頭 他說過 優化救經濟只能延緩死亡 只有變身網路強國 才能救台灣 還有 舊的經濟模式 還要調整 比較好 這是延緩 這個人 還差高 不會變得健康 要換一個新的 一個 完全要一個新的架子 新的一個架構 才去追求 這是第一代物聯網有電腦 我們 把這些傳統的 把這些 店鋪者的Google Amazon Facebook 這還第一代而已 把傳統的點到 怕掉 第二代物聯網 現在手機 手機又把電腦打掉了 透過這種軟體 ISO 或者Android Uber這種 這種系統 再去把 純電腦就打掉 下一步的 車聯網 汽車家電 到底要打掉誰 不曉得 過去的二十世紀的工業革命 都是渴升等效率 低階 寡占 經濟規模 越大越好 大眾媒體 貿易商出口是用貿易跟代理 二十世紀的網路革命 就是透過資訊網路 通路的效率 它消失的職業是低階的服務業 跟文書工作會消失 它的競爭結果是贏者權 然後商業模式是網路效率跟平台 這個平台效應 我說的就是我們高雄 要怎麼 網路效應跟這個平台 怎麼去建構 那仰賴的媒體 是社群媒體 然後出口放置 一間米客 貿易商代理商 所以需要貨貿 服貿 跨境電商 基本就不需要 我如果不用過 我要做行李不用過 我透過網路就可以 透過這樣的網路革命 我給它做行李 而且是全球的 所以說這句話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那我們也謹記這樣的一個改變 那我覺得要創造我們的一個 失落二十年的高雄經濟 我們從跨境電商 創業的環境 社會企業 創客 文化創業產業 我們要對全世界 還自己保養不負 不是說我沒有要保養 先扛來 譬如說進發局 我覺得不錯 扛到這個 台灣的媒體 第一頂的 教父級的 楊玉 一生 聽說六月二十二號開幕 在博文化局也幫忙 把那個空間讓給進發局 五百倍 那是台灣的創客的 少年家 但是台灣的創客的教父 他本來帶大同工學院 我們一直鼓勵他來 結果 沒有 不是幾個月說 他離開大同工學院 沒有 沒有 是電腦會說 他來高雄 我覺得 政法局做了很大的努力 非常 替高雄人謝謝 要叫大廈來 不是要吃便 不是 我們邀請他們來 產生一種群聚 一種吸磁盤的效果 那所以高雄二零二零 我說的 這種行業的東西 變動 以2020為標準 第一 援覽世界大神 這個世界不一定 可能我們台灣就有了 可能高雄就有了 一趟在外面而已 把它打開 還是這品牌 我Pincol 剛才說的 世界的設計師 產品的平台 全世界最大的 那也是台灣 是不是能夠怎麼樣 才能 談到什麼樣的條件環境 他們會來高雄 當我們要聚落的環境的營造 之前我們在那裡 在那裡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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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一個廚房 一個燒餐廳 在那裡燒爬的 七線路那裡 苦手含咬幾個年 我們維持的那個燒 那個燒 有在那裡 但如果倒起來 那是不夠的 還是不夠的 那我們不是說 否定數位創 那個已經建立很好的基礎 可是要靠那邊 還不夠 我們要創造整個環境聚落 第三個 同文化學 提一個最近的所謂的工法人 我們一開始民意代表很擔心 外界很擔心 後來我們慢慢了解 它是一個行政改革 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認為這個數位創立中心 要成為工法人 然後來怎麼樣去發展 我們的整個數位創立中心 第四個當然 也是在科研給你長久 還是從教育著手 我們的教育要做什麼 這是今天的一個主軸方向 第一個研導世界大師 葉師和品牌 當然我們不一定要有部 我們在創造 協助那年輕人來 我市政府 我願意撥一千萬 或者跟交通部 你給我補助一千萬 我請高雄 我高雄市政府給我高雄市政府 市政府要邀請 我們台灣要下APP 怎麼去對抗Uber的 跟滴滴有什麼學 從那邊學習過程當中 我們的經濟規模 我們台灣的計程車業 要怎麼樣去面對Uber的挑戰 除了一些交通部的車型的改變 限制放寬 遊戲規則改變以外 我要寫什麼軟體 可以讓我高雄台灣的整個計程車業 能夠面對Uber的挑戰 這個要人去寫 計程車業 沒辦法 我們政府只要到交通部 現在交通部一定很支持高雄 要趕快提出來 那因為我們提出了預算 所以那些人才會到高雄來 我要求你 你這個案子 你高雄給我成立公司的人在這裡 我這個案子還要給你 人就過來 讓這些品牌 我們自己去創造這些品牌 可以要求請他們來 我們提供工作機會 Fintech 高雄人跟一卡通也一樣 一卡通 進步很快 但是不好意思 不會負 那個六合七 他用APP 大陸的WeChat 點點的就好 他也不用正機 他也不用在那裡刷卡 所以說一卡通已經很進步了 很認真 在很短的時間 追到 不好意思 他已經跳另外一支 所以一卡通 要趕快怎麼樣跟Fintech 趕快再去 更快結合 然後第二個 聚落營造 我說的 左營建村 早就我們早就 我講的 不只是藝術家 是要讓新創的經濟 那些APP的人 來住在那裡 在那裡創意 他只要有電腦 只要有那個空間 只要有人才 當然想到我們高雄市 要提供很多的機會 他們才會吸引他們過來 要在那裡這麼大便 你才拿案子 人又可以過來 這些人才才會過來 所以說 卷營建村也請 我們的跟 現在也是 劉思邦副市長 跟國防部在這個議題裡面 做得很好 趕快能夠跟文化局 或金發局 把左營建村的地 看怎麼樣去移波 或共同經營 大家要把這個確定過來 第二個 就是市議會 我認為真的是數位創意中心的 最好的一個行政中心 它會往上跟中央來談 跟中央的一些預算 各種政策的接軌 跟地方 跟民間 跟所謂的 市政府這個大廳 是最好的發表作品 最好的地方 最一級的地方 就不用動 後面的那些宿舍研究室 就是剛好可以讓這新窗公司 可以進駐 政府不用投資最少 然後可以產生最大的效益 夜市的進駐 中央地方一條邊 我們要怎麼樣去建立這樣的一個機構 問文化局 你那邊有特別想法 而且這個人潮會進進出出 又是捷運出入戰 這會很吸引 這一類的創新的人才 願意到這裡 更喜歡到這裡 而且這裡只差沒有用詞而已 還有網球場 讓這些進駐的人的創意運動 都可以融合 這級林芝成 這個APPWalk的一個創辦人 他是經過他的輔導 很多都會成功 當然也不只他 台灣也不只只有他 但我們也希望 一開始是邀請 類似像建發局去邀請楊玉修過來一樣 看他能不能成為一個分公司 或者其他人願意來 他們需要我們市政府提供什麼 你才願意過來 去請教一下 楊玉修 就是2000年 2006年 他是第一在舊金山 那時候在駐外單位派駐在那邊 引進了2006 拍了一個創客獨立電影 全世界第一個有關介紹創客 是由他跟他的好朋友 三個人去募款十萬塊去拍來的 然後第一個數位創意中心 如果是一個公法人在就義會 我們結合民間的天使基金 政府你把國發基金 我給你 比如說你要10億 我可以出10億 或是你要出10億 我出5億 跟民間的這些募資 我們成立一個基金 來投資這些有潛力的 所謂APP或者是新創或數位經濟的一些 平台的設計也好 產品的開發也好 這些由我們來可以 我市政府有提供機會給你 市政府是最大的顧客了 坦白講 我們有很強大的購買力 然後讓這些年輕人很願意來 你來發明的東西 你下的城市會通 這下城市的錢 要花100萬 花500萬 一千萬 市政府還可以擔得起 這個政府可以來協助 他又有生意 他就會往外跑 可以往外去競爭 我們也可以聘請專業的業師 鼓定的Idea Day 固定的來辦活動 然後結合民間 不只是高雄市議會 舊的市議會 原來的數位創意中心 也許是眷村 也許是民間的一些空間 整個去做一個協調整合 由這個創意心 數位研究中心來做整合 這次創投就是剛剛那個林資誠 他提供的服務 包括從0到1的加速器 從1到10的創業基金 上次柯文哲講的一個很有意思 他也是一個失敗基金 容許失敗的基金 給他 你盡量去拚 這失敗 我可以幫你打 幾百萬還要打下去 然後 強調長期還是要教育我們雜根 所以說真的真的 這一組人要基本的英文能力 要有公益課程 自己要去動手做 APP程式的語言 學習 現在已經發展到 不可以跟大學跟高中比較好 小學就好 現在的程式發展到很簡單 我們在玩遊戲的 孩子在玩的過程當中 他就可以去寫程式 這些軟體 我想教育局長也很了解 當然 哲學邏輯的課程 也是數學 但是他也是一樣 比較從簡單的邏輯概念 從小學開始 不是學得很輕 但是你一定要把這些訓練 就可以把這樣的人才 能夠建構在我們 所以上次範籌講 未來年輕人到底 他有講幾個案子 其中講了說 要有能力寫程式 我說可憐了 現在已經知道 不好意思 社會就是這樣 你也可以說 我要讓小孩子快樂 不要學太多 那可以啊 你不要讓他學太多 就是失去競爭力 這個競爭力是 不管是他興趣是什麼 我們其實教育最重要的是 就是幫小孩子找到興趣 不是叫他快樂 不要學就不要學 有些的就是工具 你要走一條路 要走多快走多萬 你也可以按照你的能力 你的發展 但是有些基本工具 你就是要學 你以後沒有就是沒辦法 這個是基本的工具 變成這個是一個新的價值 那所以說 這個整個 要拜託市長 就是確認這樣的問題的存在 那是不是以高雄市議會 成立一個公法人 然後來 託餘預算 你有一個組織 人家看起來 你會決心嘛 民間少年來看得到嘛 民間看得到嘛 中央看得到嘛 你如果要把這個成立一個 你這個 這口罩給它 扣起來 扣起來 資源就會往這邊靠攏 這是我 而且市政府本身就是一個 最好的一個購買者 就很多年輕人員來 那希望市政府 能夠支持這樣 成立這樣的一個 或者研究 當今天市場 可以馬上說 yes no 大家可以研究這個方向 包括市議會 成為一個一個數位的創意中心 跟成立這樣的組織 請市長可以簡單答覆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吳議員 成立數位創新經濟研究中心 這個方向 我是高雄市政府認為 我們是有興趣 同時也覺得重要 那我想我們在 昨天我到參加行政院院會 那我們也跟經濟部長 然後跟國花 國花會 我們大概為了海洋科技中心 也跟他做了一些討論 那我們特別提到 包括我們高雄大概這個產業 新的產業 那我覺得中央跟地方 大家應該聯手 給高雄一些新的 發展的可能 那我覺得在這個月的19號 那我們跟工研宴中山大學 我們有成立南台灣 跨領域的科技創新中心 跟工研宴合作 我們在這個部分 大概有強調 就是說對南部產業的需求 這個部分包括 光通性醫療能源管理等等 有很多 我們認為這個部分 工研宴必須全力來支持高雄 那至少那一天 我們簽訂了一些未來 大家共同的合作 那我會覺得說 高雄現階段 除了我們現有的產業 就高雄需要有一些新的改變 所以高雄在創客的部分 我看我們的金花局 對於創客的支持度 那我們也願意提供 尋求一些空間 給創客 他們未來在這個部分 能夠發揮他們所長 那我今天下午 我有一個行程 必須到高雄的柏特區 有一個解密科技的一個寶藏 寶藏的一個展覽 就是說他們有很多高科技技術 研發出來產品的這些展覽 這個部分也是跟經濟部 他們這個部分來做一些合作 那高雄的部分 有很多資訊公司 還有一些材料科技等等 都有共同參與 那我們這樣跟吳一眼說明 就是說高雄現在面臨一個轉型 最關鍵 那我們認為在這個部分 我們需要跟中央工研院 國發會經濟部等等 大家在這個部分 應該要協助高雄 除了傳統的產業高質化以外 高雄必須要有一些創新 所以剛剛吳一眼提出的很多很好的觀念 包括我們有沒有可能成立數位創新 那這個部分跟我們的一個南台灣 跨領域科技創新 是不是可以一起等等 我想我們都願意朝著這個部分 一起來討論 我們願意跟經濟部跟工研院等等 大家一起來討論 來尋求高雄產業發展更大的可能 大家也順便研究 就是說當你在進一步更了解的時候 是把高雄市議會多了這樣的可能 再研究 我沒辦法叫你現在答覆 你可以再研究 然後 這個數位經濟人 就把股票放掉 因為這個數位創意金 這個我說的是 它可以去結合傳統產業 和創新的人才 去跟傳統產業的人結合 把他們產品能夠創新高質化 當時要請就說話 那該不會處理 我不用跟別的國家不一定要簽名 我透過這個數位平臺 我就會很快去穿透全世界很多的市場 所以說這個不是 這個只是平臺金融科技什麼 他覺得要把傳統產業升等 那就是說 我不是把他打敗 不是Uber什麼把計程車打敗 我是讓他升級 我們能夠面對Uber的挑戰 但是我又能夠把傳統能夠顧好 那這個是一個 我們再來討論 這個因為這個議題在轉變很快 成長很快 那希望我們政府 跟能夠往這個方向 跟剛剛市長所提的 工業運用重要 大家要找點自己的方向 不然你會覺得很亂 好像那些也不錯 那些也不錯 怎麼去整合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下一步高雄市最重要的工作 第二個亡羊捕老的 實際 高雄紅局兩線 顏面電污 空污率 真的有關 要租賣賣 我說的 現在新的經濟回不來了 高雄港的回不來了 你傳統的參加 民一定回不來 現在數位跟電子商務 有些東西都在電腦裡賣 他賣點雞賣 一定越來越少 這體質改變 一定是 一點生意一定會賣 可是我們已經投資了一千八百億 在上面 當然你要救不起來 東西要救也沒辦法 大家要想辦法 你怎麼做得到 來試看看 自願線 第一個我們來討論看看 沿線的都市根 現在獎勵辦法 是不是能夠結合高雄處 來擴大 不管是微型的都根 或大型的都根 是不是沿線針對捷運 親捷運 特別是捷運 中山路到中鎮路 我除了最多 是大家最愛的 但是 全世界有捷運出入口的 都是發展經濟發展最好的觀光法 做不起來觀點什麼 我說的 那實在的 有很多人 說真的得多人 但是也要說 有很多好家人 早期可以在中山路 中政路的30年前在買家 都老好家人 我都出國去了 上一台的 他放在這裡 那時候也沒辦法做什麼 DVT大以外 做了 還停留在20年前 一棟房子 套廷房子10萬 現在5萬也沒人要做 但他就要做10萬 放10年 放20年 他甘願 他不要漏蟲 但他沒有漏蟲 他不要漏蟲 我們高雄市就是 對你 沒辦法發展 發展不是客家而已 但是它是一部分原因 我覺得我們是應該怎麼去鼓勵 第一個 你要定期都市更新 新的用途 我們跟你優惠條件 針對中政路 跟中山路沿線 第二個 歹勢 我有跟你獎勵 我也會給你一些 鞭策 依不同空污年限 你給我扣三年 給我扣五年 你扣路過 我就要磕更多的空污稅 但是我磕不是政府給你收益 要做的人呢 我保佔你 磕這邊的錢去補那些願意出租的店家 那當然要有機制啊 是哪些產業哪些店家 那市政府金發局可以來審查嘛 哪些行業 或者你提我提出的這些行業 你認為說還有更好的行業 你可以提出來啊 金發局只要同意 第一個 你只要參加這個同意 你來做 我給你媒合還是什麼 你住這 你睡這地比較小 睡會去 我給你補貼 我們還有獎頭辦法 我們還有獎頭辦法齁 那是針對三千萬以上其他什麼 要僱用多少 這個辦法的精神用來這裡 你只要符合我 我要支持的產業 你進到這裡來 我就給你房租補貼 稅率補貼 我按照我的所謂的 獎勵投資辦法的精神 來用到這兩條路 我可以去搶救 我搶救我整個 中深入中山裡所謂的 政府投資這麼多 又發展不起來的一個因素 我可以跟你補貼 那甚至你要萬民 你倒數下去了 你要萬民 我透過這樣的跟 以前有萬民計畫 但現在沒有執勤 他等一下沒有錢 中央有 怎麼去跟中央去 中央現在大家也沒有錢 但誰有能力 誰有價值 誰有做法 誰努力 資源就給誰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 成立一個專欄 沿線的一個復興專欄 當然這只是個粗稿 市政府還有其他財政局 還有其他有更好的辦法 還是哪來去限制 沿街的店面 我們也希望他參與 表達他的意見 高雄市仲介公會 他們在第一次 他們有什麼意見 我們大家可以開一個會 來把這個辦法 擬出來 怎樣 這樣復興整個中正路 中華路 中正路跟要指揮中山路 要不然大家都吸噹噹 都吸在這裡 那這是一個 第三個問題 也是高雄版 我們現在社會住宅 我們來 最近播放六都空污率 崩陶率開放 崩陶率 城屋空污率平均在二十趴 我們高雄市是最高的 超過三十趴 三十幾趴 兩項指標 崩陶率的東西最高 尤岩龍十六 氣有夠多 前幾年的 政府不急 但是先把辦法擬出來 我可以成立社會住宅基金 一頁就好了 我買房子 我把你這裡蓋房子 我每年購買一個 擠個慢慢給你標 社會住宅 符合社會住宅的 我們要的那些人 符合的到底有多少 租金大概多少 我反推 哪個 我一年購買 要買房子 我買十個我要買房子 這十個也要買 也要拿錢 買貸款就好了 把貸款背過來 市政府去貸款 別人要兩趴三趴四趴五趴 其中一趴 全台灣的小孩都要租借你 現在還有負利率 政府只要蓋章一趴 我們買房子 二千 不用現金 因為你不是要買現金的 我不是要給你 你蓋蓋的賺錢 空污給你買 不是 你要打折啊 那打多少折 看怎麼樣去建構那個機制 我是不好意思說到 我可以做資產公司 高雲市政府 資產公司你買很慘 五千 不然這樣 會打開市場 我買的量 也有限 我固定每年買 一部分就好了 我的空污有25趴 我可能買3趴 2趴 我不會影響你的整個大盤 當然要買 你現在市場 賺得很厲害 你要買我就多賣 反正越稍微就買越多了 一千萬不用準備錢 就回家 再貸款 而且是有自償率的 是有房子的 商品的 不是回家這錢 不是喔 是有商品在賣 政府幾乎不用出到錢 就可以擁有很多的社會住宅 而且利息只有一趴 那我住給 這房子當然 我沒可能去買豪宅嘛 可能是一千萬以下 一千萬以下 你如果打出一個房子 可能是 原來千四萬、千五萬的房子 你就可以用一千萬以下買到 那約是六百萬的、七百萬的 那我前五年就出租 你這裡要住都來 符合我設定的 你在高雲沒有家的 你設定的 你就來 你如果要買 你住五年後 你是高雲市民 或是你要入籍來高雲市 你頭前五年叫我做金 我都給你算投資款 你就要買這些房子 因為這是民間蓋的 不是我政府蓋的 沒關係 本來就是民間的 民間現在恐怖太大 我不是給你盜錢的套 我是逢低買進 買進要 兩天我要買家 國路在這裡要加五百 因為我的成本 我的人事費 我的廣告費 維修費 然後底價呢 我要賣給你五年後 可能會加一趴 或者到加十 最多看是十趴幾趴 這個大家再來討論 我政府可以確保我的利潤 我也幫忙 所謂空污率解決 一部分 一部分而已 我沒辦法全部解決 一部分 但是我不會 政府這些沒本錢成立 還有溫潭的 還有社會住宅 還有 醫師可以到位 當然有中間公司 他可以投資我們這個公司 然後以社會住宅 來負責仲介業務 建護法面跟警察人士 讓仲介業也能夠一部分 這個我們想 就是生態 也不要去破壞建築業的生態 也不要去破壞仲介業的一個生態 但是我們又要蓋社會住宅 蓋社會住宅本身就會 但是要蓋剛剛好 就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 那我也是比較不會 我們大家一起來參與 我們要怎麼做一個高雄版的社會住宅 都不用蓋 我們高雄家的社會住宅很多 第四個 我們之前提到高雄市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很多 我們怎麼樣去提供實驗建築空間 公共設施保留地 原來高雄市有600幾公圈 原高雄市有1673公頃 總共現在市政府給我的資料 是有2278公頃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這些設施保留地可能保留一年 可能保留二十年 可能保留三十年 學校用地啊 公園用地啊 菜市用地啊 我做事要保留嘛 保留呢 公共設施保留地有一個臨時建築辦法 建築率不超過三十趴 只能限定可能蓋保齡球館啊 可能可以蓋這個農設建築啊 這個思維都是十年 都是二十年 都是三十年的思維嘛 放在那裡 發明都沒有改變 我剛才說的 電商啊 什麼的有的沒有發電 已經不是要走到那裡了 土地法又停留在二十年三十年 我們應該把公共設施保留地要保留 但是它的整個使用的項目跟想像 要不一樣 要解放 輸客要讓這些年輕人 要讓新的創業人 能夠可能在公共設施保留地 它可以用一年可以用三年可以用五年 不用怕那個說 去去的 法院公正就好 你給誰去的誰去聽 這個都有公正或是押票都可以 那個都可以想像防範 就像一些五四三的人在那邊這個邊幾邊 我講得了 那是內地呢 地震局財政局 法治局 太薄也比那些厲害 好像有關他們的責政府 不要借他的 我就說我們提供好的一個機會 但是也不用擔心他們那些 會變成到凋民來佔據這些公共設施保留地 然後要求更多的一個賠償 這個政府應該有能力去防範 那我們在探討氣候變界下高雄市城市 各種建築的樣態、材料 可以實驗 可以避免避塞 然後而且可以用 不是在蓋一個樣品而已 年輕人的創意、文創空間 什麼空間 你們要蓋 地墓給你用 地墓 我彈性地墓 建築法規能夠臨時建造 它就不會受到鑑壁率、法融機率 重點是你用什麼東西 做什麼 是不是符合我要的 符合這個社會的需要 符合這樣的一個氣候變遷 下的一個環境的要求 這個才是我們要去回應這樣的一個 充分利用這些閒置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但又不會影響未來城市的發展的需要 我們又可以使用 這種氣氛、氛圍 會讓這些有創意的人願意到高雄來 這是更重要背後的一個整個文化的吸盤 讓支持高雄市的建築師、建築產業的整個實驗基地 也是在後續我們高雄錯發展的整個深度 可以在那裡蓋 蓋得不錯 我們要去修法 跟中央溝通 跟我們自己的產業溝通 前一波高雄市 說高雄市是國際建築密度最高的高雄市 這是巨像的 我們都很高興 但我們希望內涵 能夠培養我們高雄市更多的在地的整個建築師 除了現在 我說的是粗基東的 要請大師來 國際請大師來 好的做品貴 來我們高雄店 能見度提高 再來還是要深化 所以說你像實驗住宅 這個路特丹 MV、RTV 這個高雄我們也很熟 蓋個天梯 這就是臨時建造 按照建築法規一定不行 你給它比一下 在城市裡面有一個書 按照建築法規這都不行 你蓋一下公園、綠地旁邊 它有很多有趣的 會在我們這個城市產生一種趣味 所以這都是在網路看 蓮鋼人在我們高雄市的 樓樓旁邊看 就當它蓋臨時建造 你放這個東西放這個才買到 高角屋、實驗、木屋、木造屋 像這個 路特丹的一個 如果蓮鋼市建築 市政府最近有去荷蘭 一定要去看這個 一個廢棄的修船廠 全部都全部在利用 其中一個田車 併著一個豪華旅館 五百塊歐元 按照建築法規 按照觀光條例 它還倒了 不用了 所以高雄沒怎麼出路 台灣沒怎麼出路 人要太重太棒 設計師才有空間 我們的旅館 這個幾間房間 十幾間而已 到每個十幾間 你沒有創意 是要怎麼跟那五千集的 傳統的產業怎麼去拚 沒辦法 這種有創意的一定是少量、微量 然後但是會很有趣 它會帶動整個城市的整個光光 跟整個城市設計創意的想像 整個文化 包括它的創意 各個產業都會滲透 透過這樣的一個 不只是傳統產業 這樣傳統產業也是一樣 要有創新、創意 附加價值才能提高 這樣國民所得 就業機會才會增加 這看起來 這不是在比水準的 跟在賈文青 這是在以前的 我覺得高雄讓這些 有想像的人 讓他能夠在高雄市 都能夠實踐 第二個 看起來不一樣的 不是 我們希望能夠市政府的 跟標案 跟金融資源相關的公司團體 提供多元族群的友善 一個勞動環境 這KK8副總裁 這是男人的 資田志鄉 那男人 我不是高雄通信 但是它是客觀存在 在我們的社群裡面 希望勞工局 能夠向各處請益 怎麼樣去定一個 跨性別為例 需要的友善之場 包括提供多元 而非刻板印象的 一個跨性別的認識課程 依當事議員決定 稱呼跟文件上的性別 可穿著與原生性別 不同的服裝或制服 解決廁所 與更衣室的性別 分隔問題 禁止因性別認同 所帶來的職場霸凌 也因應變性手術 帶來的修養休息調整 給的 給價跟公司 這些 包括 跟前面所講的 都是在對一個 自然也好 人文也好 社會的改變 的轉變 我們去面對它 高雄市政府 有能力去面對它 我們願意思考各種問題 怎麼樣去適當地做一個 跟人跟環境不同 不同出群 不同經濟發展 不同產業 一個平衡 一個生存的知道 一個友善 一個開放 這個都是我們高雄市政府 再往下一步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節奏 的一個議題 當然更重要的 還是要回到很現實 最近網路一直在說 但是汪中和教授已經跟我們講了 幾年前就講了 是過去一百年來 只要日本發生大地震 台灣十年內就會發生大地震 上次的板神大地震 我們九二一五年就發生 所以它根據過去三次 是五到十年 日本大地震 台灣也會發生大地震 然後福島大地震 已經五年了 所以現在算了 如果以過去的歷史經驗 台灣跟日本的 經驗是 現在算了五年來 都會發生大地震 好像也不含這一次的台南大地震 現在的網路最近的 不管是台北或者是東部 或者南部或者中部 最近網路傳的是中部 加上什麼馬路到處跑 各種現象 雲彩都有 我不是傳言也好 或者歷史統計也許有謬誤 也許不一定按照那個邏輯 但是各種跡象都顯現地震 確實它會發生只是什麼時候 但是而且來是地震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 我覺得我們的城市應該 我們每次在忘安演習 大家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報案整理就家庭上找得好 像忘安演習跟我們的關係是 這半個小時 你要去一個小時 找一個咖啡店 還是找一個什麼 要做什麼工作 別出來這樣就好了 對演習這件事情 跟我們生活是脫節的 我覺得是除了說一個 國防的一個演習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辦 定期辦 萬安演習2.0 你是在住宅商辦 學校醫院公共設施的情境之下 一發生你要美帝 你要美帝走 要做演習 每一個人都要演習 站在室外 你在戶外 你要怎麼逃到外面去 如果不能逃到外面 在裡面 你究竟什麼是黃金三角 是真的有效還是沒效 什麼那是真的黃金三角 什麼不是 大家都要知道 每人必備的逃生救難包 這也是一個產業 建議哪一個公共設施 哪一個家裡 有些自己自備也可以 不一定要買 也可以發展一個產業 去做這樣的一個 所謂急救的一個思維 或是簡易的 當你沒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這個學生要教 大人也要教 小孩也要教 這個在教育局裡面 怎麼要去 在學校 我怎麼逃 什麼是真正的 小孩在惡最快 小孩要教 他就會跟大人講 那我覺得我們都沒有做防災 沒有每一個人都在做防災 但是每一個人都知道萬安演習 那半點鐘 那四點鐘不能走 這樣而已 我們這個社會很多都是沒有面對現實 而且這些逃難的情境 有時候白天 有時候晚上 不是絕對 不是跌倒 一定是要 一次要晚上 一次要白天 我覺得高雄市政府要趕快做這樣的 去做這樣的一個可能 不只高雄市 我覺得全台灣省都這樣做 我們高雄市能夠示範 我們不只對我們的經濟的未來 我們的困境 我們有能力脫困 我們對一個友善的環境 我們可以知道找到方法 我們自己的房地產碰到的問題 我們的社會住宅 我們的不景氣的敗壞空間 我們有能力去解決 用我們的創意去解決 我們面對著災害的可能 我們有能力去面對 我覺得高雄市未來 現在進行事 我們必須要做的 那請市長能夠答覆 不好意思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吳議員 吳議員提出有很多 未來高雄創新的很多構想跟計畫 那我們對吳議員的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 市府的團隊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非常嚴肅 針對這些問題 看高雄市能不能在這個部分 能不能率先有好的計畫 那我們現在的都發局 委員特別提到 捷應復興的環化計畫 其實我們也很有興趣 我們認為這個部分 那議員提出很多創意的構想 那我們雖然有一些困難 不過我們願意去研究 去突破 譬如空污的認定 我們的主計處跟營建署的標準 就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 未來我們跟中央這個部分 我們就必須 能夠這個部分大家來討論 第一我們為了要讓捷應沿線的發展 都市更新 那市政府籌設的整個都跟地區 我們同意是讓申請的門檻 從四分之三降為三分之二 另外在車站的周邊也可以更新 另外網面的計畫 我們可以考慮把捷應的沿線納入 我們支持不住的範圍 這部分我們都願意 另外我想高雄的很多空污的問題 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當然吳醫院也有提出一些作法 不過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都願意來研究 那另外我想吳醫院 對於整個防災的部分 地震防災的演練 包括黃紅現階段 信息到了 我們現階段都在這個部分 是做了很多很多的準備 那地震的部分 從整個熊本 他們的7.3級的地震 可以看出高雄市 我們在整個農曆過年期間 我們美濃台南的大地震 這個也都是造成很大的傷害 這個部分我們認為這個怎麼樣子 有更著眼跟科技更結合等等 這個部分都是未來 我們要去面對的議題 我們謝謝吳醫院都很用心 然後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我們的研討都發 包括我們經濟發展局 能夠重視議員提出很多進步的思維 然後這個部分 我們能夠做 能夠改變的 我想我們會高雄市政府 願意勇於承擔來做 謝謝 謝謝吳議員的質詢 請休息十分鐘 小燕 小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